感谢珍惜 还要用很正向积极的心态 去面对你的每一天 那就会很值得 做每一件事的时候 一定要百分百专心 珍惜 这样子你才会拥有 最好那个当下的自己 要大家做人正向积极 林志玲好像在喊话好友黄紫娇 黄紫娇手闻爆发后 林志玲首次在台湾公开现身 这场品牌记者会 往年都有黄紫娇主持 今年改由黄紫娇的徒弟 陈明珠上阵 林志玲则是黄紫娇好友 两人在台上压力都很大 主办单位担心 鲁鲁混乱事件再重演 现场只接受台上访问 做每一件事的时候 一定要百分百专心 珍惜 这样子你才会拥有 最好那个当下的自己 林志玲照稿演出 不想扯到黄紫娇 不过他们两人 可是拥有好交情 八年前曾一起主持 金马奖 两人相差11公分 留下经典画面 只有林志玲可以超越林志玲 两人能够抱成这样 可见交情匪浅 林志玲结婚时 黄紫娇还包了五位数红包 黄紫娇的丑闻 让亲朋好友都萌羞 她的师父张小燕 受伤最深 我们31年的师徒情 也真的在演艺圈创记录了 小燕姐五年前拿到金钟奖 终身成就奖 黄紫娇号召名人赞扬张小燕 视她为亲生母亲 张小燕当然也是黄紫娇如己出 据说过去黄紫娇得罪人 张小燕都曾保住她的工作 如今闹出性丑闻 张小燕不愿切割表态 也不愿和黄紫娇解约 因为对她来说 这段师徒情 恐怕没办法轻易割舍 东森新闻的中心在台北报道 最近有跟焦哥联络吗 有跟焦哥联络吗 讲一下这时候吗 不好意思 我在人家 我问你们笑什么 你有什么看好啊 最近 最近有跟焦哥联络吗 最近有跟焦哥联络吗 讲一下啦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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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当什么啦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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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肇招打过你蛇什么看法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会受伤 不好意思会受伤 智译有被焦哥联络吗 有什么惹出来 你可是 这俺师父可以还不什么 有什么看法 不好意思呀 会受伤 慰哥你讲一下嘛 不好意思 会受伤 不好意思 看一下 只要有什么看法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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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到裡面 不好意思喔 要把這停下來好不好 我現在是在裡面了 不要講喔 我的鞋子在底下好不好 來 小心 小心 不小心 不如講一下嘛 不好意思 我幫我們幹嘛不講一下 不好意思 不如講一下就好 不好意思喔 小心小心 小心 這邊 這邊 不好意思 和尚馬修馬 你有什麼漢堡嗎 還是買對 和尚馬修馬 憲哥最近好像 和尚馬 很生氣 沒有什麼漢堡 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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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跟焦哥聯絡嗎 最近有跟焦哥聯絡嗎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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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尚馬說馬 你有什麼看法嗎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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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受傷 不好意思 這台季有跟焦哥聯絡嗎 有沒有什麼要講的 憲哥 對我的道法修法 然後我現在要請 拍攝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 不好的事情 一下子 不支持 過 過 過 還是 還是 讓他 跟家人 跟家人 相對 這些 他所遭遇的問題 讓自己可以做 好好地去 對 你知道花園是個很嚴重的災情 所以 我一聽到阿嬤沒有死的時候 我就趕快 聯絡 公司 想說 我要直接的去幫助她 阿嬤有收拾嗎 阿嬤但一定被免費大 就是其他一定會收拾 班會 他都會在做飯 沒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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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好幾次的抵症 其實 我媽媽都覺得我有點不太可思議 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 我不知道我很容易是睡得很好 很熟的感覺 但現在你找小桃 所以 所以 很難進來 很難進來 那些經過大樓的管理員 還要通報 通報完的時候還要按密碼 要有BB 那BB完之後我門口還有密碼 密碼完就打開 還有一支密碼 密碼多少 有 有輸出回來 你會信嗎 可以 很大便說 1979 1979 哦 是 對啊 對啊 輸出看看 還有兩支打開 我覺得這個也是在 跟我今天這個相關講 然後我們是要跑去 然後我現在請 拍攝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 不好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 在柔柔少 在不知情 不知 變破的情況之下 我們做了這樣一個 錯誤的判斷 其實這個都是我們 應該要去理解這範圍的 我覺得還是應該 我們強調 有下的 我們想不知情 不夠 不夠 當然看到的時候 對於 對於 任何的 反罪 跟罪犯 我都是不認同的 因為他們真的是完全沒有辦法 保護自己的一個族群 有討論 就是好的 不管這個討論 我們夠不夠精準 但是我們可以能夠做到 就是大量的廣泛的討論 讓大家去正視這個問題 如果真的能夠推動什麼的話 那當然是希望大家能夠真正的去重視 耳少的保護 我覺得我們一定會有很多的想法 但是想法不夠完整 或是完全的狀況下 我會希望我自己個人再沉澱一下 但是我看到有非常多的前輩 或者是同事 大家都對這件事情很關注 我覺得這是蠻重要的事情 那如果真的能夠推動什麼的話 那當然是希望大家能夠真正的去重視 耳少的保護 那因為他們真的是完全沒有辦法 保護自己的一個族群 那對於小朋友來說 他們非常非常需要一些庇護 還有需要很多的照料跟支持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有沒有去發一篇文 可能不一定能夠帶動什麼 其實像林雨昕好像前幾天 在記者會上有講到她說 有討論就是好的 不管這個討論我們夠不夠精準 或者是夠不夠正確 就是在這一個時刻 我們可能知道的還不夠多 但是我們可以能夠做到就是 大量的廣泛的討論 讓大家去正視這個問題 但是我想大家對於現在的這個社會風氣 還有這樣子的事件的關注度有拉起來 我覺得要跟誰合作這個好像不是我自己可以決定的 但是的確現在我們在探討的好像不是只是一個單人的事件而已 那這當中應該是說我覺得對於任何的犯罪跟罪犯 我都是不認同的 那在工作上面我們當然會有我們自己的選擇 那其實一集來我好像也很少評論很多的事情 或者是我也算是蠻不沾鍋型的 所以我不太會知道太多的內幕 所以我想我跟很多的觀眾一樣 我知道很多的新聞都是爆出來之後我才得知的 那跟大家應該也是一樣震驚一樣的錯愕 聽說他最近的境況 沒有耶我們本來就只是之前就是工作夥伴的關係 所以本來就不會有任何多餘的聯繫 前陣子咖啡廳那邊有一些狀況 那現在處理的怎麼樣 現在因為其實後續我是蠻忙碌的狀態 所以應該有兩三年左右其實咖啡廳是不歸我關 所以這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可能因為大家知道的還是跟我的名字有相關 但是其實在管理團隊他們會去處理這些事情的狀況下 我就沒有再花多餘的心力去觀察這件事情 那我能說的是我們確定是人身安全目前是無餘 但是當然一樣也是在暴力的這個事件上面 我們是相當不認同 然後也希望能夠 我覺得現在社會真的太動盪了 然後我覺得在生活當中如果大家可以有更多的彼此提醒 或者是彼此理解的話可能真的不需要有到這麼誇張